所得税法施行细则 修正日期 民国107年6月29日 第1章 总则 第1条 本细则依所得税法 以下简称本法 第121条之规定定定之 第2条 本法第3条 第2项所称 因加计其国外所得而 依国内适用税率计算增加之结算 因纳税额 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内所得额与国外所得额之和计数 依国内适用税率计算之全部 所得额应纳税额 减国内所得额依国内适用税率计算之 国内所得额应纳税额 等于 因加计国外所得而增加之结算 应纳税额 第3条 删除 第3条之一 信托行为之受托人如为个人者 基睁机关应辅导受托人申请配发扣 缴义务人统一编号 第3条之二 受托人以本法第3条之4 第1项规定计算 受益人之各类所得额时 的采用现金收复至或全则发生至 一经选定不得变更 计算所得之起期期间 因为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受托人以本法第3条之4规定计算 信托财产之各类所得额时 其相关之成本 必要费用或损耗 除可直接合理明确归属者 的个别归属任列减除外 因按信托财产发生之各该所得 类别之收入金额占其总收入之比例分摊 自各该所得类别收入向下减除 第3条之3 本法第3条之4 第5项及第6项规定 所称实际分配时 指实际给付 转账给付或会拨给付之时 第4条 本法所称之公有事业 细止不以盈利为目的之事业组织 其列入各级政府总预算部分 因为其遂既于处之进额 及其资金之增减额 但经规定其余处进额 第4基有成数及编入各级政府总预算者 从其规定 第5条 本法第4条 第1项第13款 所称之附属作业组织 指教育 文化 公益 慈善机关或团体 为达成其创设目的 而令设经营事业或营业行为之组织 第6条 删除 第7条 删除 第8条 本法第4条 第1项第16款 所称 其交易所得额中 属于中华民国62年12月31日前发生之部分 指中华民国62年日历年度同种有价证券 最后支收盘价格超过其取得成本之部分 有价证券 因为上市而无前项 所称收盘价格者公司股票以该年度经济争机关核定之公司净资产 按公司实际发行股数计算之债券已截至62年12月31日 只为长余额及应付费未付债席之合计未准 第8条 第1 外国国际运输事业 以本法第4条 第1项第20款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 以与我国政府签订之租税协定中定有互会免税条款或经外交换文同意互会免税 经财政部核定实施者违宪 第8条 删除 第8条 删除 第8条 第4 以本法第4条第1项第16款第1目规定个人或盈利事业出售之财产其交易所得免税者如有交易损失亦不得扣除第8条 第5本法第4条第1项第23款所称稿费乐谱作曲编剧漫画等收入值以本人著作或翻译之文稿乐谱乐曲 剧本及漫画等让授与他人出版或自行出版或在报章杂志刊登之收入 本法第4条第1项第23款所称版税 只以著作交由出版者出版销售按销售数量或金额之一定比例取得之所得 本法第4条第1项第23款规定之稿费版税乐谱作曲编剧漫画及讲演之终点费收入 均属执行业务所得第8条之6本法第8条第8款之适用 以各该人员在住在国提供劳务之报酬享受住在国免征所得税待遇者违限 第8条之7适用本法第4条第1项第21款规定免税者 应于申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后 简据有关证明文件 向该管机征机关申请合办 第8条之8本法第4条第1项第22款所称之优惠利率 由财政部认定之 第8条之9删除 第8条之10本法第3条之4第6项规定之信托基金 其受托人以本法第6条之2规定应设置之账簿 包括按信托财产发生之所得类别 设置受益人以扣缴税款账户 用以记录可分配与受益人之扣缴税款 受托人记在前项账户之起期期间 应为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1项规定之账户 于信托行为成立时之余额未灵 其以后年度之期出余额 应等于上年度之期末余额 第8条之11删除 第9条本法第9条所称交换 包括政府依法给价征收 及财产受意外灾害而获得赔偿 第10条国外盈利事业所派调查 商情及报价接洽之联络人员 并不代表其事业签订契约或交付订 或者不属本法第10条 第二项所称之营业代理人 第10条之一 本法第17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二目之四 及第35条 所称不可抗力之灾害 指地震 风灾 水灾 旱灾 虫灾 火灾及战祸等 前项不可抗力灾害损失之扣除 因于灾害发生后30日内减据损失清单及证明文件 报请该管机征机关派员勘查 为依前项规定报经该管机征机关派员勘查 而能提出确实证据证明其损失属实者 该管机征机关仍应何时认定 第十条之二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一类第一款 第十四条之三 第二项 第十五条 第四项 第四十二条 第七十六条 第二项 第八十八条 第一项 第一款 第八十九条 第一项 第一款 第106条 第一款 及第114条 之四 所称其他法人 指一有限合伙 法设立之有限合伙 及一医疗法 经中央主管 机关许可设立 以至医疗社团 法人 第十条 之三 自中华民国 107年1月1日起 公司股东 合作涉 社员或其他法人出资者 或配其所投资 国内公司 合作涉 或其他法人 分配之股利或盈余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中华民国境内居住之个人 或配之股利或盈余 属所投资之公司 合作涉 或其他法人 以其87年度 或以后年度盈余 所分配者 应依本法第十五条 第四项 或第五项 规定课税 以其86年度 或以前年度之盈余 所分配者 应计入 综合所得总额 依本法第十五条 第二项 规定课税 二 总机构 在中华民国境内之公司 合作涉及其他法人之盈利 事业 或配之股利 或盈余 依本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不计入 所得额课税 三 教育 文化 公益 慈善机关 或团体 或配之股利 或盈余 应计入其所得额 依本法第四条 第一项 第十三款 规定 争免所得税 四 非中华民国境内 居住之个人 或总机构 在中华民国境外之盈利 事业 或配之股利 或盈余 由扣缴义务人 以本法第八十八条 规定扣缴税款 露天拍卖 Aaron 七九八六 所得税法施行细则 107年6月29日 第二章 综合所得税 第十一条 删除 第十二条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一类 所称意识贸易之盈余 只非盈利事业组织之 个人买卖商品 而取得之盈余 其计算准用本法 关于计算盈利事业 所得额之规定 第十三条 执行业务者 为依法办理结算申报 或为依法设账记载 及保存凭证 或未能提供证明 所得额之账簿文具者 基增机关的照同业 一般收费及费用标准 核定其所得额 前项收费及费用标准 由财政部各地区国税局 征询各该业同业工会意见 拟定 报请财政部核定之 第十四条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第三类 第二款所定拆旅费 日之费及加班费之之 给标准 由财政部各地区国税局 拟定 报请财政部核定之 第十五条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第五类 第一款所称必要损耗及费用 细止固定资产之折旧 第号资产之耗劫 无形资产之贪折 修理费 保险费及未使租出之 财产能供出租取得收益所支付之 合理必要费用 折旧 浩劫及贪折之 减除 准用本法第三章第四节 有关条文之规定 必要损耗及费用之 减除 纳税 纳税义务人能提据确实证据者 从其申报数 其未能提据确实证据或证据不实者 基增机关的 依财政部核定之 减除标准 调整之 前项标准 由财政部各地区国税局拟定 报请财政部核定之 第十六条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五类 第三款 所称收有押金者 只有租金与押金 及无租金 而有押金 二种情形 所称押金 包括因租用财产 而给付之保证金等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五类 第四款 所称他人 执本人 配偶及直系亲属 以外之个人或法人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五类 第四款 及第五款 所称当地一般租金 由财政部各地区 国税局定定 送财政部被查 第十七条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六类 所定成本 及必要费用之减除 纳税义务人 有完备会计记录 及确实凭证者 应依申报数 何时减除 其无完备会计记录 及确实凭证者 机征机关的 依财政部核定之标准 调整之前项标准 由财政部各地区 国税局拟定 报请财政部和定之 第十七条之一 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七类 所称持有满一年以上 指自取的之日 起算至转让之日 满一年以上 第十七条之二 个人出售房屋 如能提出交易时之成交价额 及成本费用之 证明文件者 其财产交易所的之计算 一本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 第七类规定 何时认定 其未申报 或未能提出证明文件者 机征机关的 一财政部核定标准 核定之 前项标准 由财政部各地区 国税局参照当年度 实际经济情况 及房屋市场交易情形 拟定 报请财政部核定之 第十七条之三 本法所称结构型商品 指证券商或银行 一规定以交易相对人身份 与客户乘坐之结合 固定收益商品 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组合 是交易 个人从事前项结构型商品之交易 其交易完结日 在中华民国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以后者 应于交易完结时 以契约期间产生之收入 减除成本及必要费用后 之余额未所得额 前项所称交易完结 只契约提前解约或到期结算 所称契约期间产生之收入 只契约结算前或配之收益 提前解约金额及到期结算金额 所称契约期间产生之成本及必要费用 只原始投入金额及手续费 第十八条 删除 第十九条 凡经营森林业采兼发轮发者 不适用本法第十四条 第三项关于变动所得之规定 第十九条之一删除 第十九条之二删除 第十九条之三删除 第十九条之四删除 第十九条之五删除 第二十条 本法第十六条 第一项所称经营二个以上之盈利事业 只独资经营或合伙经营营 其盈亏护底之规定 应以同年期为限 其投资于公司 合作社 有限合伙及医疗社团 法人 不适用本法第十六条之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一款 关于减处抚养亲属免税额之规定 其为纳税义务人之子女 纳税义务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姐妹 满二十岁以上 而在校就学或因身心障碍 受纳税义务人扶养者 纳税义务人于结算申报时 应减负在校就学之证明 或设政主管 即官合发之身心障碍手册 或身心障碍证明 应本或精神卫生法第十九条 第一项规定之专科医师诊断证明 书应本备合 第二十一条之一 本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三目 关于减处抚养亲属免税额之规定 不以受抚养亲属与纳税义务人同居 未要件 第二十一条之二 删除 第二十一条之三 删除 第二十二条 删除 第二十三条 删除 第二十四条 删除 第二十四条之一 本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二目之三 规定医药及生育费之扣除 应减复医疗院 所开具之单据 如有申报不实 且经查明 有以不正当方法 逃漏税捐行事 税捐机征机关 除依法追缴税款外 有关人员涉及刑则部分 应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第二十四条之二 删除 第二十四条之三 本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二目之五 规定购屋借款 利息之扣除 应符合下列各要件 一 以纳税义务人 配偶或受抚养亲属 名义登记为其所有 二 纳税义务人 配偶或受抚养亲属于 课税年度在该地址 办郡户籍登记 且无出租 供营业或执行业务 使用者 三 取具向金融机构办理房屋 购置贷款所支付 当年度 利息单据 第二十四条之四 一本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三目之四规定 申报身心障碍 特别扣除 扣除额者应减负设政主管机关核发之身心障碍手册或身心障碍证明影本或精神卫生法第十九条 第一项规定之专科医师诊断证明书 影本 第二十四条之五 一本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三目之五规定 申报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者 应减负缴费收据影本或其他足资证明文件 第二十四条之六 一本法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二目之六规定 申报房屋租金支出 扣除额者 应减负下列证明文件 一承租房屋及支付租金之证明文件 租赁契约书或其他足资证明文件及付款证明影本 二租屋自住之证明文件 纳税义务人 配偶或受抚养职系亲属 于客税年度在该地址办郡户及登记之证明 或纳税义务人在名承租之房屋于客税年度内系工自住 且非工营业或执行业务使用之切结书 第二十四条之七 本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续文 及第二款第二目之一所称纵和所得总额 不包括纳税义务人 以本法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选择分开计算 因纳税额之鼓励及盈余和计金额 第二十五条 纳税义务人结算申报书中未列举扣除额 亦未填明适用标准扣除额者 是为已选定适用标准扣除额 经纳税义务人选定填明适用标准扣除额 或依前项规定是为已选定适用标准扣除额者 与其结算申报案件经基征机关核定后 不得要求变更适用列举扣除额 第二十五条之一 本法第十七条之一规定 于本法第七十一条之一规定 由配偶合并申报课税 或由符合规定之纳税义务人 列为受抚养亲属者 不适用之 其免税额及标准扣除额之减除 均的安全额计算扣除 第二十五条之二 纳税义务人应重构自用住宅之房屋 申请依本法第十七条之二规定扣底 或退还以纳纵和所得税者 应由纳税义务人减负下列证明文件 向申请扣底或退税年度之户籍 所在地基征机关办理 一、重构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买卖契约书 及收付价款证明银本 或向地正机关办理重构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 以转登记之契约文件银本 二、重构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 所有权状银本或建物登记腾本 三、重构及出售年度之户口明不银本 出售及重构房屋不在同一职辖市或县 是、这、受理基征机关应含请出售或重构房屋 所在地基征机关查明有关资料后 在平办理其经核准扣抵抵货退税后 应即将有关资料通报出售或重构房屋 所在地基征机关 第一项所称扣抵货退还以纳综合所得税 只该年度综合所得税确定时 因增列该财产交易所的而增加之 综合所得税额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所得税法师刑系